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拿大總督帕耶特被指在即場有欺凌行為 據稱他呼喝及羞辱下屬 李明者更形容總督府環境恐怖令人不安 在上星期四帕耶特宣布辭職 成為第一位因為醜聞而辭職的總督 究竟杜魯多政府在選擇總督的程序是否存在問題 加拿大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新總督呢 今晚我們一起來詳細了解一下 比斯大學政治學教授Alan Tupper表示 杜魯多政府當時在挑選帕耶特出任總督時 審查程序明顯有犯錯 我認為有不足夠的關鍵 有不足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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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指 柏耶特在滿地科科學中心工作時 因為有員工投訴他口頭騷擾等欺凌行為 而在2016年辭職 當時獲得約20萬元遣散費 柏耶特這次同樣因為欺凌行為而辭任總督一職 他之後每年將可獲得6位數的退休金 他繼續做這段時間 要討論和諮詢等類型的事 所以他並不看見是稅僱 相對期間的許可 Caferlano大學商學院教授朱欣賢表示 柏耶特是第一位辭職的總督 之前從未有此先例 聯邦政府應該吸取經驗 考慮日後同類事件應該如何處理 他表示 接下来杜魯多政府將任命新的總督 適當的人選應該是一名能夠反映出多元文化的代表 並對社會有良好影響的人物 他表示選出候選人之後應該有一個機制讓社會知道消息傳出後一定能夠聽到不同的真實反應 從而選出新的總督 不論工作環境 員工都應該在安全和受到尊重的情況下工作 而作為代表女王的總督更應該以身作責 為加拿大人樹立榜樣 好了 今晚的政論中環就講到這裡 我們就也許希望 所以特別選人 很旁耗